請問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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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我想說最近全球的一個局勢 除了烏二戰爭之外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 其實就是南海的議題 那個囂張跋扈的中國 跟那個軟弱軟趴趴的菲律賓 那個真的是 讓我們感覺到真的是落國無外交 所以在蔡英文任內的這八年 我國的軍事國防 不管武器跟美國採購最新 甚至是跟美國是同步的武器 然後不斷的在提升我國的軍力 尤其是這一次如果各位有注意的話 我們今年的漢光演習 已經不像以前有腳本有劇本 哪個師團哪一個部隊 從哪裡幾點出發到哪裡 怎麼打 就一切都好像都是一個劇本 今年沒有了 而且今年國防部也講了 以前都很怕怎樣 那個軍事演習的時候 萬一一個翻車 有個誰受傷 骨頭灌掉 骨折什麼的 都是視為這很大條 但是今年沒有了 演習似同作戰 所以我國的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我跟各位老實講 在我得到了很多的資料 其實這一次的籌備規劃跟指導 就是美國的美軍來幫我們的安排 真正最貼近戰時 所以你看我國的國力 武力軍事的力量大幅超前 而且我要在這邊跟各位講 我國的賴清德總統 各位要知道 他是個性非常硬的人 他不是在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你看看現在中國 對於我們台灣 真的是不像說以前 那個好像耀武揚威一樣 你看看我們的國防部長顧力雄 本來大家也很想說 這個文人當國防部長 一起來可能很軟弱 可是跟各位講 沒有 你看顧力雄那時候不是講嗎 只要中國的軍事 各種武力武器 進入我國的幾海力 好像是20海力 馬上就駭槍把他打下來 飛彈馬上就把他打下來 不用請示 是不是 這個你說中國 他會不會忌憚 肯定會 是不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賴清德總統 是在跟你老共 是在玩真的 他不是在跟你開玩笑的 你知道吧 他要做到這樣子 表示怎麼樣呢 表示我國的副總統 蕭美琴 他一定也是有跟美國 有相當大的一個默契 所以我們才有底氣 很強硬的講出這一些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南海的局勢 這個菲律賓 你說他有多軟弱 他就有多軟弱 我們今天邀請到 國際事務的專家 林廷輝先生 再一次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來跟大家來剖析一下 南海的情勢 我必須在這邊講 很多的YouTuber 他們會患有一種 點擊率的焦慮 這個躁鬱症 他們覺得說 這個點擊太高 太低 他們很care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請問186 我們沒有在在意這個東西 我們在意的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更宏觀的 這個國際觀 所以說這種題目 他沒有三星社 所以他可能點擊率 也不是說那麼高 但是我們還是依然 常常邀請廷輝先生 來到我們的節目 跟大家來分析這些 當然也受到非常多的好評 那如果大家真的覺得說 這個廷輝先生 講這些局勢各方面 讓大家受益匪淺 我也在這邊希望大家能夠 訂閱一下我們的節目 按一下讚 留個言好不好 廷輝 聽說你剛從越南回來 對 越南其實也是南海 一個很重要的深鎖國 那其實這一次的事件 菲律賓的角色其實是比較吃重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也因為有了這個衝突 或是這個爭端 所以美國在介入的這個理由 應該更加正當性 更加有明確性 所以我可以看到 接下來你會看到 就是說有美軍的很多的行動 可能跟菲律賓都是有關係的 那當然你跟菲律賓 既然有關係的話 自然而然就跟台灣是有關係的 對 因為我們台灣跟菲律賓 只是一個巴士海峽之格 而且我們其實說真的 我們跟菲律賓的這種 存齒相依的這個關係 要比台灣跟日本之間的存齒相依 還要更加重要 對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在巴士海峽的 這個地方有一個亞米島 大家都知道是菲律賓的 所謂的最北端 對 那曾經以前在2009年的時候 你知道菲律賓它的群島基線 曾經畫到哪裡嗎 要畫到我們蘭嶼綠島 蘭嶼綠島是他的 後來我們想說開玩笑 蘭嶼綠島是我們的 所以你只能畫到亞米島 後來他說回去畫到亞米島 那亞米島再往南走 就是巴丹群島 巴丹群島再往下走 大家都知道就是呂頌島 那呂頌島 現在來講的話 上面有一個過往美國很重要的軍事基地 就是蘇比克灣 還有克拉克空軍基地 現在我的耳聞是說 重新要啟動 重新要啟用 那克拉克的空軍基地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機場跑道之外 也適合他的 冰臺作戰團的一個作戰 另外這個蘇比克灣 蘇比克灣旁邊他們要用一個基地 要未來的無人機隊 就會可能在那邊成立了 所以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美國他以前看 你剛剛提到了 這個菲律賓他的國力其實是還蠻 不是那麼強啦 不能說完全衰弱 但是就是說他的海軍 過往都是美國所提供的 所以這個他的軍艦的這個 這個妥善率 那你也知道說他的戰力來講的話 是有差別的 但是現在我的感受 而且我觀察到的一些 看到一些資料 基本上美國要在菲律賓 除了這個五個加四個 總共九個軍事基地的一個 駐紮之外 另外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 未來再提供給他們一個 其他額外的軍事援助 另外就是美國直接駐軍 在菲律賓的這個層面會擴大 那這個擴大還有他的 整個戰場技術來講的話 你剛剛有提到漢光演習 說這當中當然這一兩年當中 美國教練 美國總指教官都有這個 手把手的在教我們 那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如果在整個東亞爆發 任何一場衝突或戰爭來講的話 他的整體的作戰 絕對不會是你單打獨鬥的作戰 他是一個聯合作戰的概念 就是群毆 就是群毆 公幹 打群架 對 你專門要打一個 打一個對方 打中國 你基本上就是要聯合所有的 一起打 不是只有一個人在打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最近來講的話 美國 美國 日本 韓國 首次的進行三邊的聯合軍演 那為什麼呢 當然要協調以前 以往就只有美日 美韓這種方式 但是 接下來 美台 美飛 是不是會有可能就是 美日韓 台飛 甚至澳洲 來打群架的這種可能性 那這個 當然大家可能 比較關切說 今年的舉行的環太平洋軍演 但是事實上 你看到環太平洋軍演的時間點 跟我們漢光演習的時間點是重疊的 所以 這個當中 是不是有所謂的聯合作戰的概念 那聯合作戰的指揮中心在哪裡 聯合作戰的指揮官又是誰 這個其實都是要相互協調 否則你有可能會自己人 打自己人 這種情況 而且再加上我們的 國軍現在 LINK16跟LINK22等等 之類的 跟北約相關的系統整個 這個整合 那這些都是代表說 是一個聯合作戰的一個概念 而且我聽說 聽說 這次的這個環太平洋 哇 參加國家非常的多 是 而且 而且我有小道消息 真的很多小道消息 但每個人都否認 有的人都只是看著我跟我 笑一笑 神秘的笑一笑 其實我國的軍艦 也有用這種 那種 那個參與 好像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旁觀的這種 這種態度 這種立場 過去其實 也算是某一種有參加 聽說是這樣子 當然 我想我們國家是 不會去承認的 對不對 通常都是人道救援 海上救難 這種科目 這種科目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 不管是任何國家 不管任何團體 你基本上都是國際公約的規範 你只要海上看到任何的一個 緊急情勢的出現來講的話 你都必須伸出援手 而進行海上救難 所以最近來講 各位不是看到有一些新聞嗎 說我們的新竹艦 就是海巡俗的新竹艦 是停靠在夏威夷 另外也有看到我們的巡戶9號 巡戶幾號的這個 所謂中西太平海的漁業的委員會底下的 我們基本上 我們也派了一艘船去做遠洋巡戶 那之前也講這個新竹艦做巡戶 那不要忘了新竹線 上一次這個 裴洛西到台灣來的時候 不是我們有一艘海巡俗的船 後來在這個平坦附近 跟中共的海巡船 他們雙方當時 中共的央視還開直播 結果後面遠遠的照到那一艘艦 是我們的艦 那一艘就是新竹艦 那一艘新竹艦 它上面有功能 就是有緊急的一個醫療設施 跟救難功能 所以它是一個醫療船級的一個醫護艦 那中共當時海巡出來的也是醫護艦 所以我們用醫護艦對上它的醫護艦 同樣的我們的醫護艦 如果能夠在夏威夷海域出現的話 那就代表說 這個環太平洋軍演當中的演習科目 包括我剛剛提到海上救難 不就是有它的角色存在嗎 但是我不是說 一定是新竹艦去參與這個行動 我只是說 在整個這個29個國家當中 大家一直很關切 因為美國國會通過的這個法律當中 都一直要求行政部門 你要去邀請台灣來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甚至還是邀請台灣去參加 美國境內的這個美國的軍事演習 那我們看到在去年跟今年 日本都有參加 美國的紅旗演習 那我們今年來講的話 雖然 就是比較隱晦 不太敢說 大張西鼓 大張西鼓 對 但是事實上 美軍在台灣 以及我們到美國去訓練的 這個已經早就 就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對 所以這也沒什麼好隱晦 我是覺得沒什麼好隱晦 就大大的去表現出來 到底我們跟美國之間 以及跟亞太的其他門幫之間 的這種聯合作戰協調 到底機制會是怎麼樣 那這一次這個菲律賓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嚴重 這個事情會越來越 呃 怎麼怎麼講呢 就是應該會越來越 事態越來越擴大 嗯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當中有個節點 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在新加坡舉行的夏格里拉會議 這夏格里拉會議當中 小馬可市總統 就是菲律賓總統 他是被邀請成為這個 Kino Speech 就是所謂的那個專題演講的貴賓 那講完之後 中國科學院 就軍事科學院的一個大校 就發問了 問他問題 那問他這些問題的情況下 其實也有人在問他說 那美非防禦條約是什麼時候 會啟動 嗯 在什麼情況之下 那當然小馬可是說 當有菲律賓人死亡的時候 他菲律賓會請求美國來協助幫忙 那就代表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中國他雖然是用類似我們講說灰色地帶 對不對 他是用斷指的方式 他用拿斧頭的方式 拿扁鑽 拿大刀 但是呢 事實上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啟動美非防禦條約 他一直在回避所謂的開第一槍的這個概念 但事實上如果說你因為這樣子造成人員死亡 那就代表說也是有機會有可能去啟動美非防禦條約的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 你知道海上搏鬥跟陸上搏鬥是不一樣的 嗯 陸上的搏鬥來講的話 你就幾個人抓的 然後這個圍毆也好 或什麼鬥毆也好 但海上不是啊 海上雙方彼此在那邊爭奪的時候 有些會掉到海裡去啊 對 那你掉到海裡去的話 你不小心你嗆到了 淹到了 你不是說 不僅是如果你就算會游泳 也有可能會致命的 所以其實海上搏鬥喔 不是開玩笑的 甚至我們說海巡族 我們進行海上登檢也都不是開玩笑的 你一跳船跳過去 跳不好就跳到海裡去 或是跳到 撞到什麼頭的 撞到哪裡去了 那你整個身體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暈眩 然後到最後你可能就是 就是 溺斃啊 可能溺斃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在海上執法也好 或是海上像這種海上衝突來講的話 都不要用我們陸地上的思維去看待啊 海上其實情況蠻危急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中共竟然去收繳八支槍枝喔 因為本來這個 呃 菲律賓的 他們是要補給這個 在馬德雷3號上面的這個 部隊的一些新的槍枝喔 因為你知道 槍枝那邊會嗅死嘛 對 海中嘛 那這時候 呃 竟然中共把這個 呃 菲律賓的公有物啊 就不是公共 公共所有的這個物品啊 呃 就是政府財產啊 竟然把它這樣沒收掉了 那這時候 菲律賓 呃有沒有把他討回來 中共要不要還他 中國要不要還他 這個其實都是問題喔 因為背後所衍生的問題是 國跟國之間的這種 衝突跟糾紛 還有軍隊跟支援的關係喔 我記得在2016年的時候 當時 川普總統當當當選 後來過沒幾天之後 南海艦隊啊 那個竟然把那個 美國的在 南海探測的無人載區 把他撈走啊 那撈走之後呢 很多記者都很 都很擔心啊 那美國也很擔心啊 就是說這邊部分 會不會有一些 軍事上的衝突 結果後來 記者去問 川普說 這個要怎麼處理 如果他當總統 怎麼處理 那川普就說 他要就送他 那隔天 解放軍馬上乖乖的送回 給美國 所以就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 解放軍他其實 對於 就是說 如果你對他 展現的更加軟弱 就像菲律賓如果說 感覺好像沒有任何的 一個強硬的 這個做法 應對的做法 那他步步進逼 他一步一步的 還是會 來對你採取一個 比較強硬的措施 你看到 這個 人愛交的事情 跟中葉島的事情 已經拖多久了 已經拖了大概一兩年以上 沒錯 那這個一兩年以上的時間點 菲律賓在做什麼 那也就是說 菲律賓是不是 內部還有一些人 在 對中國還採取一個幻想 他們認為說 我就對你好 卑躬欺息了 或者是說 對你這個採取 比較柔軟的姿態 你會不會因此而改變你的做法 答案是不會 反而是變本加厲 所以你看到 上一次 我們講說那個直升機 跑到那個鐵線礁 就是在 中葉島附近 那有五十多名的 包含我們中央社的記者 都上去 還有日本兩個記者都上去 結果他派那個直扒直升機 在上面盤旋 結果呢 那個 你知道飛沙走時 就會有那些 海上 沙灘上的石頭 全部被揚起來之後 就打到那些科學家 每個人都頭破血流 然後這種做法 他還沒道歉 現在又來 跟人家斷子 拿著這個武器 冷兵器 去把人家的手指弄斷 那這些做法 其實說真的 你看到已經有人斷子了 那這不是黑道的行為 不是嗎 那這時候下一步呢 會不會有人死亡 我剛剛講的 在海上 不是開玩笑的 那個有可能 隨時有人溺斃的話 會不會有可能 一場衝突 跟一場小規模的戰爭出現 這個我也不是危險聳聽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 曾經真的跟人家打過仗 在南海有跟人家 進行小規模的衝突 那這個 一出現軍事衝突來講的話 那不得了的事情 因為周邊國家的可能 包含中國的 相關的這些經濟 甚至股票 匯率 幣值 整個都會有下跌的可能性 這些都是我們真的注意的 嗯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中國跟印度 你看 中國印度 他們的那個邊際有沒有 這幾年你看 也是打來打去 印度強悍 對 但是 我覺得有趣的就是 這兩個國家 其實都很克制 對 冷兵器 我在那個很多那個影片當中 流露出來 從印度士兵這邊流出來 他們把那個什麼 木頭啊 木棍啊 然後釘鐵釘 變成狼牙棒啊 然後兩邊人打來打去 那大多數喔 幾乎都是中國的士兵 被打得頭破血 因為以前他們有簽訂的協定 說雙方不能用熱武器 只能用冷兵器 但是因為到用冷兵器之後呢 就比體力了嘛 比體力 因為中共 中國不敢用西藏兵 中國不敢用在高原長期生活 就像 他如果用我們這個 高山 這個原住民的話 他可能在山裡面 可能 他的身體狀態會比較好 結果呢 中國用的就是 貴州啊 廣西啊 福建啊 廣東啊 這邊的兵 那一定不行的啊 基本上只能在平地 對 那在高山 你連那個所謂的高山症都有了 你怎麼跟人家打仗 所以喔 其實中共它因為是避免說 在地人 他有反叛的可能性 所以他用外省人 他的外省人 他外省人之後 去了之後身體不適 所以基本上跟印度這些當地的 阿兵哥來打仗 基本上是一定是輸的啦 所以他們除非是用所謂的 這個熱武器 就是 這個 飛機啊 戰機啊 大炮啊等等之類 否則啦 基本上中國得不到什麼便宜的 嗯 但是在 南海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印度也提供布拉姆斯 這個飛彈給菲律賓了 喔 以前說 當大家看到菲律賓被欺負的時候 現在菲律賓也在集結 也在結盟十幾個國家 菲律賓他的小馬克思總統 他也是在美國出生 美國長大的 在美國長大 所以他跟國際社會的接軌來講的話 也是蠻蠻多的 嗯 所以看到了 接下來有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的 各國的勢力進入到菲律賓 那我要再提一下 中間再點一下越南 越南長期以來就是採取所謂的 門戶開放政策 什麼叫門戶開放政策 我今天 呃 要面對中國 我一個人沒辦法做 我可不可以拉幫結派 嗯 拉了十幾個朋友來一起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運用 他的萬安攤的油田 就是胡志明市往外走的 有一片地方 那個地方是非常充滿很多石油的地方 我開放給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 馬來西亞國營石油公司 英國國營石油公司 還有西班牙的 還有日本的 還有甚至於像美國的 等等之類的這些 這個石油公司 進駐到這個地方 來開採油田之後 他們自動的就會派遣 軍艦 來維護他們自己的油田 那這時候 等於說 越南就間接獲得這些國家的奧元 那你看到這一次喔 普丁 到了 越南訪問不是嗎 對他為什麼要跑去 越南訪問 但是事實上普丁到越南 拿不到任何東西啊 表面上 就是說 共產主義的過往的好朋友 這個大家都力挺普丁的概念 但是你們看到 當普丁前腳剛走 美國國務院馬上就派 高級官員到 越南去 嗯 那你覺得是 那你覺得是 美國去消毒嗎 還是越南 邀請他過來 喔 內人局會喔 對對對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 你知道越南常常是這樣子 表面上 他是公開的會做一套 但是私底下 他有任何其他的靈活上的一個手法 2018年3月 我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那時候 我人剛好在新加坡 然後3月的時候 剛好就是 3月初 美國的 卡爾文森號 這個航空母艦 在越戰結束之後 美國的航空母艦 再次的重返越南 憲港 那時候2018年開始 第一次 那時候呢 我到新加坡的時候 我聽了某些 好朋友 他是新加坡官員 然後我跟他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怎麼知不知道 是越南自己去邀請 那時候我就心裡覺得說 不對喔 這個事有蹊跷 不是那麼簡單 只是說 美國自己想去就去的 那一定是越南他自己也本身有需要 所以他採取一種所謂的平衡的策略 那所以我即便是你普丁來 我還是可以邀請美國官員來啊 立即來啊 然後來製造一種氛圍 好像我越南是大家爭著要 但是事實上 越南自己本身 也有做一些外交手腕 這個其實我覺得 台灣也是可以好好學習一下 你不用公開的 大啦啦在那邊講 但是其實很多外交手腕 是可以去處理的 對 那個越南喔 我也是在2017 18有去過 感覺上普遍的民間 其實對中國並不是那麼友善 而且大家必須要知道 越南他現在也是共產黨 在統治他也是共產國家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樣聽起來 他這樣說 他應該會跟中國很好 對不對 他應該會跟俄國很好 但事實上 那個跟俄國好不好 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跟中國肯定是不太好 對 然後那個而且我那時候 講個小故事 我那時候在胡志明市 我就有親眼看到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商務 那我們在那家公司的時候 就有三個中國人 也是走進來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在那邊好像 要採購他們的商品 什麼東西 因為我去 他們那一間的總經理 是台灣人 太太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 一個當地的人 越南人 一個女生 所以他們就用中文在那邊交談 然後我就看到 他就很敷衍 那個總經理 就很敷衍 就三兩下 後來就叫警衛把他們 就是請出去 他說我們再聯絡 聯絡 就把他們請出去 事實上就趕出去 那回來我就說 他採粉這怎麼樣 他就告訴我說 這些中國人 都是來這邊騙錢的 都來這邊詐騙的 你不要看他們 那個穿著人魔人一樣的 然後他也跟我講說 原來這個胡志明市 就越南很多人 真的是普遍 對中國就是很討厭 就是很反感 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我們又再把話題拉回來 那婷輝 看這個樣子 之前有人講說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可能真正的火藥桶 其實不是台灣跟中國 而是真的男孩 你能不能再針對這個東西 再跟大家分析 因為為什麼 中國他內部有這個不可 不可處理的一個壓力存在 這個南海問題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可以強欺弱的一個東西 我們我說白了 東南亞國家不團結 我可以這麼講 東南亞國家不團結 裡面有分成 各位知道東協裡面有分成 親中派跟親美派 對 那即便是親美派 比如說像新加坡 他還是遊走在中國跟美國之間 所以我說東協自己不團結 所以中國他剛好抓到一個點 叫各個擊破 他是用各個擊破 為什麼中國在跟東南亞國家 談判的時候 他一直在講說 我要雙邊的 我不要多邊 多邊我怕你集結起來 對付我 你們講好條件 為什麼說這一次 就是說去年 我們不是上一次有講過嗎 小馬可是從舊金山 到夏威夷的時候 然後要回到菲律賓 在路上講說 他要重啟菲律賓 跟馬來西亞 跟越南之間的 南海行為準則 談判 我們三國先談好一個版本 再來跟中國對 那中國說不是啊 你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談一個版本是什麼 就已經談好了 我們就按照這個 目前這個版本 只要沒有中國參與的 就等於說這個條約是無效的 當然沒有錯 沒有他參與 當然這條約是無效的 問題是為什麼 小馬可是要講這種話 他一直說 我們要先團結在一起 共同對付中國 事實上代表說什麼 現在並沒有團結在一起 各自跟中國交涉 所以大家都各個被擊破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你看到 當菲律賓出現這個事情的時候 越南跟馬來西亞 有什麼態度 他什麼做法 有沒有站在第一線 沒有 站在第一線是誰 站在第一線是日本 站在第一線是美國 所以那這些國家 他不敢做 所以中國抓到這一點 所以他就什麼 去各個突破他們 然後各個去挑釁他們 所以為什麼說 我說 你一個 我們上一次有講過一個 基本的國際關係的概念 兩個勢均力敵的 其實說真的 不太敢打仗 為什麼 除非你誤判 誤判你以為比他大 事實上兩個勢均力敵的 來講的話 大家都不敢出手 但是如果一大一小 大的就會臨時小的 大的一定會把小的吃掉 在市場上 商場上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沒錯 大公司就會把小公司併購啊 你大公司去併購大公司看看 你自己自毀前程啊 沒錯 對不對 就像之前台信金想去併購張銀 沒有張銀 一直打回 台信金這個損失自己承認了嘛 他說失去了什麼 因為那段時間 就讓中國信託整個在商場拿去了 台信金錯失了一個機會 為什麼 他資金就套在張銀這邊啊 不是嗎 張銀夠大吧 所以張銀足夠跟他對抗啊 但是如果是一個小公司呢 當然就直接被併掉了嘛 大併小 這是基本的常態 所以就變成說中共大 那你東南國家不團結 十個國家不團結 沒有不夠大 所以他就個點不破 那既然個點不破的話 大併小 就自然而然會發生衝突跟戰爭 原因就在這裡 那台灣不一樣 因為台灣 從1949 蔣介石撤來台灣之後 他當時就開始 本來還要反攻大陸不是嗎 對不對 對 那時候多猛啊 對 東小林諮詢不是說他反攻大陸嗎 欸 背後來講又有美國的支持 所以中國是看到背後那個美國太大了 他忍不起啊 所以現在他不敢動手 原來不是他不想動手 是他自己沒辦法動手 那如果在東南有國家 他就可以動手啊 然後現在當然動手 他現在給你排頭吃 用這種忍兵器 那下一步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中國觀察他的擴張史 就是在南海的擴張史 他是來玩真的 他不是玩假的 所以他在1970年西沙海戰 1987年自刮礁戰役 然後1995年美濟礁事件 2012年黃岩島事件 他一步一步都是一個一個把它吃下來 所以下一步要吃誰 當然想要吃馬來西亞 想要吃越南這些佔領的島礁 那現在先處理到這個菲律賓 而且他也在測 如果說我要吃菲律賓這些東西的話 看大家的反應 美國的反應是什麼 美國的底線在哪裡 他都在一直在測試啊 當你測試 但是如果美國的底線 美國是軟弱的 美國沒有任何回應的情況下 他就會來吃台灣 一樣的意思啊 他當年去1974年西沙海戰 他就在測試啊 測試美國對南越政府 當時南越政府是民主政權 北方還有一個北越政府 是共產政權 當時西沙的另外一半是 南越政府佔領的 以後美國軍艦 美國提供給他的軍艦 然後中國那個軍艦 那時候軍艦還不夠強大 但是他就在測 測到美國準備 準備要灑手 不管南越政府了 準備要從越戰撤出的時候 那這時候呢 他就發動氣殺海戰 所以當你一個地方太弱的時候 開始 自己都不行了 人家也不願來幫助你的時候 那中國他就會出手了 所以他就看菲律賓 我就不斷撤 不斷撤 這一次給你用直升機 下一次給你用水炮 下一次給你用砍手指 下一次拿斧頭 拿什麼東西的 等到下一次再把槍拿出來的時候 你都沒有抵抗人能力的時候 那我就一舉把大炮就送過去了 這就是中共的策略 但是我顯然我看得到 就是那個菲律賓和小馬可士 其實他就 他是還是 怎麼講 對中國還是強硬不起來的 所以內政的問題 你看最近來講 莎拉 就是杜特地的女兒 他不是當他副總統嗎 對 他也是內閣的成員 結果辭掉內閣 因為副總統是被位 但是內閣來講 他就要執行政府政策 他就一直告訴你說我杜特地家族 我不執行你馬可士的政策 因為他們是兩個是不同政黨 菲律賓的選舉 我們上一次有講過 總統選總統的 副總統選副總統的 兩個不同政黨 可能會選出不同政黨的 這個搭配這樣子 然後但是問題是 按照憲法就是 他們做一任而已 然後副總統也是被位 所以所有決策還是有總統 那內閣當中 如果你又兼內閣成員的話 你就要聽總統的 所以現在就是杜特地家族 因為他是親中的 他也拿到中國不少好處 所以現在撤出的原因就是 對馬可士是這樣子 但是馬可士這樣子的話 他內政上就要去處理了 所以為什麼他會不是說 像我們賴清德總統這樣硬起來 因為他內部的雜音太大了 而且內部的這個勢力 被中國收買的那一塊也蠻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整個局勢詭異多變 像你看就例如說澳洲好了 澳洲你看之前也是非常的親中 然後才發現說 哇被滲透的太厲害了 所以開始立了很多的法對不對 想要把中國的這些勢力給趕出去 但是呢聽說現在這一任總統 也是稍微比較親中 或者是說比較和緩一點的那個樣 不像上一次的那個總理 他的態度就非常的強硬了 所以到底全世界的情況 到底會怎麼樣呢 那個隨時隨地都有在變化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不變的 就是你本身只要是很強 你就像是一隻刺蝟一樣 哪怕是財狼虎豹也不敢來吃你 也不敢來動你 那我們台灣呢 尤其是現在的這個節骨眼 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現在最少最少 就有一千多位的美軍 的那個相關人士 在我們台灣 台灣呢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六月嘛 大概也差不多有一個贏的戰力 都在美國 各軍種在那邊在受訓 在這個東西 很多人都不講 但是其實這個大概去查一下 我這樣算一算 大概都算得出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尤其是以前我們講說 美國派他們的人來 都是那個 例如說他本來就是現役的那個 那個軍事的什麼 什麼少校 中校啊 他可能先讓你先退伍一下 對不對 然後才派來台灣 回去馬上又回復 但現在都不演了 直接現在現役的軍人 這個指揮官各方面 教官 總指教官都來 前陣子不是還拍到了一張 在那個 我那時候訪問那個 那個那個誰啊 我記得不知道在澎湖 還是在哪裡 有沒有 有一台那個小貨車 我們那種台灣的那種小發財車 上面就載著很多的那個 那個那個阿兵哥 美國的阿兵哥 那一看就知道就是說 在訓練在指揮 那也不是指揮 就在訓練協助訓練 我們的這個士兵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一定真的是 要認清楚 跟中國不可能在那邊沒來演訓 沒有那一種什麼 你軟弱一下 你退讓一下 他就會善待你 沒有這種事情 到時整個都被人家吃乾 抹禁 那這個到底現在菲律賓 這個狀況真的是也很嚴峻 面對中國不斷的一直進兵 到底美國它的底線在哪裡 那我們當然必須還在觀察 整個國際的局勢 今天非常謝謝廷徽 林廷徽先生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也跟各位大家來分享分析 這個整個一個狀況 那如果說整個這個南海的局勢 或是其他的國家 各方面有所變化 我們還是會再請到 國際事務政家林廷徽先生 來到我們的現場 今天再次謝謝廷徽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好精采的訪問 486週週都有新故事 帶你放眼新世界 請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有些想法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